想要拍片的人可以試著去從自己跟生活周遭的地方去找尋一些感人的或是有趣的故事 來作為拍片的開始 我覺得多關注生活 多關注社會 多關注你現在當下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欣賞一些社會角落 真善美 去發掘故事 畫面上是基隆第七屆美麗基隆影片攝影創作比賽的論壇活動 在舊政兵派出所舉行 特別邀請到知名導演馬力群跟藝術家鄧博人 分享他們的創作心得 並與主持人馬湘瑩進行對談 吸引許多對影像創作有興趣的民眾前來參加 活動現場 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处副處長陳文昭 市府發言人余志明 跟中家寬平吉隆總經理李宇平等貴賓也力臨現場 為論壇注入不同的觀點 希望藉由論壇的激盪來啟發更多創作靈感 拍出基隆感動人心的故事 我們美麗基隆的這個活動是由我們市政府主辦 然後由民眾來共同參與 我們期盼能夠透過民間人士的參與 將我們更多基隆的人文風情 還有城市風貌來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今天透過舉辦這一場論壇 我們邀請到影視 還有藝術界的相關人士 並且可以與我們學員一對一的來進行這樣的一個面談 來鼓勵大家來進行這個創意的這個激盪 我們期盼透過我們這個民間市民朋友的這個鏡頭下的這個作品 來讓更多人來認識我們基隆的風情 論壇活動現場參與民眾也針對如何融入人文情感 以及如何找尋靈感等問題 踴躍的提問互動交流 藉由這次的論壇活動 期待激發參加者的創作熱情與觀察力 產製出更多基隆這片土地的好故事 BK裡面如果可以去想的話 你可以想的怎麼樣在AK裡面 BK變成是一個很好的空白畫面 但AK也是一個很特寫的一些 也許是能物特寫的部分 然後來做一個搭配 但這個意思我覺得 BK要很貼切AK說的東西內容很重要 如果BK跟AK完全沒有連結的話 那就只是一個空景 它沒有任何的故事 但是如果BK的空白畫面 它剛好是很貼切的 跟AK做一個妹子的話 那就非常加分的一個效果 與眾不同 我覺得是重點 因為激隆品大家都知道 山海都很美 港口也很美 但是我覺得激隆是移民之城 我覺得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有當初很早以前 有非常多移民進到激隆這個地方 所以把很多的文化都帶來這裡 那我覺得基隆港 就每一艘船這樣進來進來 不管你這艘船是怎樣 進到漁港裡面 它就是一個很獨特的一個 一個生活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那種 開闊一個寬容性 包容性去看這個基隆市 那我覺得今天紀錄的高中生活 相信你在大學跟住社會 在小孩以後 在會看你高中的時候 高中時候的一些 同學同彩之間的發言的時候 你會很感動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希望這樣子說的 今天你能夠用手機 去隨手可得的工具 去把當下眼影像 拍下眼影是最成貴的 其實有非常多的一些很棒的 不管是或另外的影片 紀錄片 其實最珍貴的就是 那個歷史影像 因為它永遠不會再拍不到的 所以它的存在就是一個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 所以我覺得工具 不是那麼的 最起碼你隨手可得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說 你一定能用現在 我那是4K 6K 8K 現在要8K了 的一個攝影機去拍下 當下 我覺得它反而不是一個重點 其實中加寬平基隆 我們本身雖然是一個 有線電視公司 也是一個寬平公司 但我們更重要的是 我們認為我們是身為一個媒體 所以我們希望把媒體素養的 概念放進來 因為現在手機 它很方便 自己每一個都可以 變成一個媒體工作者 但你在傳播訊息的時候 如何是正確 不詐騙的行為 如何傳遞正確的訊息 這對我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當然除了大家運用手機 拍照啦 或是攝影之外 也能夠了解 訊息的取得容易之後 我們要如何辨別訊息的真偽 這是我們最近一直 自己在推動的 當然你清楚之後 你也不容易受到詐騙 雖然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希望 努力的方向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好的 好的